跟男友闹别扭后 闺蜜劝我分手 其实 她早在暗地里 对她死缠烂打了很久 只待我腾出位置 好程虚而入 结果我一反常态 热情扑倒男友 求抱抱 猜不透吧 我重生了呀 故事开始 我正在实验室琢磨数据 男友处语发来信息 三条60秒顶格语音信息 只为告诉我 买到了我最爱吃的冰激凌 我心中心 一顿 一模一样的场景又发生了 这是上一世 我跟厨与感情决裂的开始 此刻 闺蜜李乔正漫不经心 摆弄着实验器材 眼神里隐匿着暗戳戳的极度 我想 她早就恨透了我吧 胆小切若没主见 却偏有个把自己 捧在掌心里宠的男朋友 上一世 我没提防她 眼看她自作主张的回复 OK也不曾多想 那会得我不懂 那简简单单 看似毫无伤害的OK 其实比不回信息 更具备杀伤力 无疑就如一桶寒冰水 浇在了厨与满怀赤诚的热情上 果然 厨与生气了 前所未有的爆发了 温瑶 是我惯坏了你吧 好不容易回调信息 就这么敷衍 你是不是不爱我 马上 李乔藏着得意 扭头就劝我分手 瑶瑶 这种并娇又矫情的穷男人 怎么还不踹掉 要留着过年吗 跟厨与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她很黏我 恨不得24小时都陪着我 每天早上一睁眼 我定能看到她发的无数信息 不是说爱我 就是说想我 只是那时情感上被动的我 对突然又强烈的恋爱年纪度十分不适 时不时就跟李乔抱怨几句 而她变相得了某个契机 总不忘跟我吹分手的耳边风 时间久了 深受纠缠之苦的我终于在厨与爆发后 提出了分手 后来我才知道 李乔早在暗地里 对厨与死缠烂打了很久 为了承虚而入更为顺利 她还窜多 我跟一个富二代谈恋爱 好让厨与彻底死了心 她纠缠雀巢 利用权谋打压我 缩使丈夫家暴我 最后 厨与看不下去 想在暗处帮我一把 不明真相的 我还把她推开 直到她为救我 而与我一同葬身火海 上一世的一幕幕浮现眼前 我的心已寒凉至极 谁能料想 我最信任的姐妹 竟会是我一生悲剧的推手 李乔伸手过来拿手机 这一次 我没给她机会 快速发送语音过去 谢谢宝贝 突然好想你 马上就想扑到你怀里 求抱抱 求亲亲 李乔先是一愣 大约是没料到 我是这种360度大转弯的态度 只见她恨得咬紧牙关 却还装出一副 规劝我的好人模样 瑶瑶 厨与碰不得 这种矫情的穷鬼 将来指不定怎么折磨你呢 又来 矫情 倒也罢了 厨与可真不是穷鬼 那时的我 怎么也想不到 顶级富豪楚家的太子爷 会低调内脸成一个路人甲 更想不到 李乔对厨与那般激愤的鄙夷和诋毁 只是因为 他想得到他 我抬头冷眼看着他 不劳你费心 我跟厨与很好 以后与你无关的是少来逼逼 说完 头也不回地跑出实验室 什么狗屁数据 做得再好 也是李乔的功劳 他踩着我向他导师邀功的好日子 到此为止 我将电话拨过去 对方一秒接通 不带我开口 厨与十足温柔又惊喜的声音响起 瑶瑶 你总算舍得主动靠我一次了 我也想求抱抱 求亲亲 我眼底犯着酸楚 厨与追了我近三年 大三快暑假的时候 因他抱着中暑的 我去了医务室 为报答救命真 我鬼使神差 答应跟他试试 后来 却空有一个女朋友的名头 从未真正去了解过他 我本就胆小怯弱 不善表达 更何况刚谈恋爱 就被他过分的热情吓到 那会 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逃离 又怎会主动去发现他的好呢 再加上 李乔还不断地向我 输入一些错误的信息 比如 厨与角臭不爱洗澡 成绩垫底 经常逃课 厨与 你在哪里 我从未如此迫切地想见他 只要一想到 他曾经被我伤害到 满脸绝望的样子 我一字一句都是痛的 厨与听得我有些不对劲 语气慌得不成样子 忙嘱咐我保持通话 然后就传来他奔跑的 急促的呼吸声 终于看到路的那头 出现了一个酒 围得熟悉的少年 我激动得 竟然迈不动步子 酷热的六月里 他在赤烈的骄羊下 疯狂地跑向我 嘴里还断断续续 换着我的名字 瑶瑶 瑶瑶 前世 厨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也曾这样叫过我的名字 他还说 瑶瑶 你的心 太狠了 对不起 厨与 是我太愚蠢了 这一世 换我来爱你吧 厨与满脸通红 汗流加倍 手里挂着个塑料袋 里面装着我最爱的冰激凌 他眼神胶着地看着我 胸前起伏剧烈 我猛扑过去抱住他 厨与 对不起 对不起 厨与 我终于可以当面跟你说出这句话了 他大约有些受宠若惊 身体僵硬了半刻 也不敢主动回报我 抑制不住的泪水滴答而下 很快跟他的汗水混为一体 我不管不顾地估着他 哪怕旁人指指点点 也不愿松手 等我终于报够了 厨与才将我打横抱起 躲到一处阴凉下 他手忙脚乱地替我擦眼泪 瑶瑶 你怎么哭了 好好的 说什么对不起 我听了 又突然笑了起来 真好 我的厨与还在 他还是那个会哄我爱我的傻子 害你一路跑这么累 心疼 觉得很对不起 他听得憨憨呆住 脸红到了耳根 我伸手拿过塑料袋 掏出里面的盒子 冰激凌枣就化成了一滩浓稠的五彩液体 厨与愧疚地挠着后脑勺 这冰激凌也太容易化了 我去给你重新买吧 我将冰激凌盒子 小心捧在掌中 轻轻吻了吻 递给他 帅哥 香香排冰激凌 要不要了解下 厨与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 我甚至能听到 他胸腔里咚咚咚的心跳声 傻子 这一世 我要让你活在蜜罐里 正当我俩双眼对视 你浓我浓的时候 一个该死的声音响起 瑶瑶 你可让我好找 瞧你小样 天天喊着要和人家分手 怎么又偷偷溜出来 跟他玩这一出 真过躁 我瞧着厨宇的神色 一点点暗下去 心里很不适滋味 二话不说 现在他脸侧狠狠亲了一嘴 接着转身将他护在背后 李乔正瞪大着眼 脸上半是讥讽 半是诧异 他身边站着好几个同学 也皆是一副看笑话的样子 老师 今时可不同往日咯 我轻蔑地催了一口 正面无表情 邪眯着眼睛看他 李乔被我盯得有些发毛 但依旧耿着脖子冷笑 温瑶 你敢说你不想跟厨宇分手 我也笑 谁说我想跟厨宇分手 哦 也是 你暗地里死皮赖脸 追了厨宇那么久都没追上 可不得天天盼着我俩分手吗 此话一出 李乔的脸清白个一半 旁边的人也纷纷转向他 扫射般的探究 温瑶 你别胡说八道 李乔极力诡辩 战斗指数已然弱了下去 他眼睛看了看厨宇 却躲闪得厉害 傻子都看得出来他心虚 李乔 还没装够呢 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吧 我敢说 我若分手 你一定追着厨宇做舔狗 说到这里 我假装得意地挽着厨宇的手 顺势娇媚地倚在他的肩膀上 只可惜啊 本姑娘不给你机会 李乔气不过 挥着巴掌就要冲上来 小样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Sick Peter吗 我正叙事待发 准备以牙还牙 厨宇如尊冷面佛一般 搜得挡在我面前 李乔 瑶瑶哪句话说错了 之前是瑶瑶在意你 我才百般忍你 以后 你离我远点 也离瑶瑶远点 我去 突然有种 男女混合双丝绿茶的感觉 这酸爽度 可不要太好了哦 李乔理亏心虚 灰溜溜跑了 我喝着那融化的浓稠五彩冰激凌 美滋滋地扎巴着嘴 厨宇转过身来看着我 有狐疑 有欣喜 我不好意思地轻拍她的脸 怎么了 被我吓傻了 她点点头 马上又摇摇头 摇摇 这样的你真好 我一愣 心又疼了起来 无声地抱着她 对不起 从前让你受苦了 跟宿管打好招呼后 我拉着厨宇 去宿舍收拾东西 她以为 是我跟李乔闹翻 要搬走 摇摇 你可以跟宿管申请换寝室 没必要搬出去 一个人住外面不安全 她哪知道 我如今半秒都不肯耽误 只想把欠她的时光 通通抢回来 谁说我要一个人住 我明明是要跟你住 跟我在一起之前 厨宇一直住在校外的公寓里 后来为了多跟我相处 才搬到了学校宿舍 跟我住 她眼神里透着疑惑 却掩饰不住 里面闪亮的光 对啊 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人 说着 我又想起一件事 厨宇 你满22周岁了吗 还差半年 半年 这么久 我惆怅地叹了口气 那我们岂不是还要等半年 才能领证 房间内突然安静地落针可闻 我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少年 惊讶地发现 她的脸早就红透了 摇摇 说 说的是 我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的是真的 见她依旧半梦半吃 我毫不犹豫 掐了她一把 怎样 疼不 厨宇重重点头 她呼得将我抱个满怀 不多久 我就感觉 颈上有微热的液体直戳后背 这个傻子 她竟然哭了 热热闹闹 跟厨宇撒了一天狗粮 她在朋友圈 公布了我俩的恋爱关系 记得前世 厨宇也在朋友圈晒过 当时 李乔看到后 第一时间就在我面前作妖 瑶瑶 你赶紧让厨宇删了 你迟早要跟她分的 她这样大张旗鼓的 将来 可会害惨了你 我照做了 冷言冷语地让厨宇删掉 还让她没事 不要跟我绑在一块 现在想想 那时候的李乔得多得意啊 我对她为命是从 还将那么好的男朋友 拱手相让 不过这一回 我还是让她删了 重发 连张照片都不放 你女朋友这么上不了台面吗 厨宇兴奋地看着我 真的可以吗 我抬手就把她手机夺过来 然后对着镜头 脸贴着脸嘟嘴 搞定 油盐区一片热闹 大家纷纷祝福 我将同一张照片 同样的文案 在自己的朋友圈官宣 厨宇赶紧第一时间点赞 油盐 爱你 我的小乖乖 我肉麻的连声嘖嘖嘖 呼的 两条信息跳出来 瑶瑶 你别这么恋爱闹 厨宇除了长得好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优点 我跟你这么多年的同学和朋友 难道会害你吗 是李乔 他是真急了呀 我回他 李乔 如果我没记错 我俩已经掰了 以后可别乱跟我扯这些毒子 他死性不改 瑶瑶 这么多年 我害过你吗 我俩吵架归吵架 但这是涉及终身幸福的大事 你不能因为跟我置气 就这样把自己卖了呀 我终于明白自己上辈子 怎么就那么轻易信任李乔了 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还心甘情愿替他辩解 他这为达目的能屈能伸 口蜜附见的本事 真让人叹为观止啊 我不再浪费唇舌 反手一个拉黑 结果第二天 学校表白墙上 就出现了 我跟一个男生抱在一起的照片 那个男生并不是厨语 一时间 温瑶是扎女温瑶脚踏两只船 温瑶狂舔富二代的消息铺天盖地 更有甚者 还有人胡乱造黄瑶 我见过温瑶上过那个富二代的车 可别被他柔弱的表象欺骗 那张脸就是用来造孽的 就是啊 我也奇怪 这个温瑶的多厉害一女的 论文发一篇过一篇 这背后的猫腻谁知道 我见他出入过医院妇产科 天呐 不会是未婚先孕了吧 整个事件的矛头直指向我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李乔的手笔 那张照片是屁图 纯属子虚乌有 内容更是胡编乱造 照片里的男生 就是前世李乔 给我介绍的富二代 其实 我最初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李乔只说 那是他发小 叫沈亮 老实稳重 跟我这种胆小寡言 又需要保护的女生 很般配 我信任他 尝试着接触过 在与厨宇正式交往之前 也见过几次面 在我跟厨宇纠缠的那段时间 沈亮经常来找我 跟厨宇分手后 他更是疯狂地追我 后来 沈亮与我结了婚 他才终于露出真面目 动不动就对我拳打脚踢 有次他喝醉了 我才得知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沈亮早就被李乔收买了 是李乔用大把的金钱 让他跟我恋爱 跟我结婚 甚至虐待我 所谓富二代 不过是用来刺激 厨宇的幌子 好让厨宇觉得我贤贫爱富 前脚踢了他 后脚就马不停蹄 跑去抱了沈亮的金大腿 接着深受打击之际 被李乔用温柔体贴的深情 抚平伤口 想到这些 我真是恨得牙痒痒啊 我冷静地将表白墙上 所有的记录截图保存 我拿着医院妇产科的就诊记录 所有论文原稿和实验数据 以及论文发刊的表扬信和邀请函 跑去校长办公室 我不知道势单力薄的自己 能做到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学校 可以为我做到什么份上 但是我清醒地知道 若不反抗 我的结局跟前世 不会有什么两样 刚到校长室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厨宇的声音 李校长 我知道李乔是您女儿 但她在公开场合 随意侮辱我女朋友的事 已是既定事实 还请您公平公正处理 李校长轻蔑地笑起来 厨宇 那些信息我看了 首先不谈那些内容 是否真的污蔑 可说话的人里 根本没有李乔啊 而且那些人也根本不是 咱们学校的学生 温瑶是孤儿 无人管教 许是在校外结交的朋友 也说不定 死老头将孤儿朋友 两次咬得重重的 意图很明显 温瑶缺乏管教 交的朋友 也一定是狐朋狗友 你们这些大学生啊 交友要谨慎啊 尤其是女朋友 他妈的 我此时的内心 杀过无数头草泥马 原来 李乔敢这么肆无忌惮 是因为背靠他爹 这棵大树啊 李校长竟然是李乔的爸爸 我乔桌手里的资料 心里一阵寒战 然而 厨语的声音波澜不惊的传来 似乎不受半点挑拨的影响 李校长 这是消息来源的IP地址 就在学校旁边的一家网吧 操作的人就是李乔 这是监控视频 什么时间 哪台电脑 具体内容 我这里都有时证 如果学校不做出处理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还有 温瑶虽是孤儿 但他聪明善良 懂理手法 定不会像李乔这般 有父有母有人教导 却只会两面三刀地伤害同学 所以 还请您放尊重些 房间内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 被打脸的李校长开口了 语气软下来很多 态度也和气了不少 但声音里压抑着不少怒气 网站上的内容 我会让学校信息不及时删除 这件事的影响面也没有多大 可不可以私下处理 我真想一脚踹开门 将手里的证据摔在那狗校长的脸上 但我忍住了 说白了 我挺想知道 厨语会怎么处理 也挺享受这种被人保护的快感 不可能 厨语怒了 几乎在低吼着 李校长说的私下处理是钱还是名 或者给温瑶一个公费研究生名额 笑话 钱 我们可以自己赚 那些名头 我们也不稀罕 再说 温瑶的优秀是公认的 他也瞧不上你的施舍 听到这里 我得意地笑弯了嘴 刚刚的怒气都泄了大半 不得不说 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 真是太棒了 我推开房门 鼓起掌来 说得好 厨语明显一愣 见到我时 刚刚那一脸的怒气冲冲 顺时化作一团柔情 我几个步子走到他身边 温情默默地看着他 厨语 你说得真好 他害羞地抓了抓耳垂 无声地搂住我的肩膀 我将自己拿来的资料 放到办公桌上 不卑不亢地看着对面 那自以为是的上位者 李校长 这是医院妇产科就诊记录 我是因例假问题去看的医生 我的论文和实验数据 都是经过学校审核才发刊的 有的论文是经刊物邀请 和导师一起发表的 还有 这是李乔的论文 他照搬我的实验数据 我一定会追究他的抄袭责任 李乔抄袭的事 其实我一早就知道 只是多数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可以无底线抄袭 论文从来不缺数据 这大概也是李乔 愿意跟我走得近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吧 毕竟 我这种一心一意搞研究 又不喜争论的冤大头 可真不多 最后 李校长不得不承诺 他会公平处理这件事情 并让李乔公开跟我道歉 我当然不想这么草草了事 想要据理力争的时候 厨宇却拉住了我 走出校长办公室后 我像块狗皮膏药一样 直往厨宇身上贴 厨宇也很配合 将我紧紧搂着 生怕我掉了 直到回到住处 我实在忍不住了 一个声猛大扑 将他摁倒在床 狼吞虎咽地将他折腾了一番 当发现一个小奶狗 突然变成大灰狼 那感觉都不一样了 我问厨宇 既然你证据确凿 怎么不直接报警啊 他神秘笑笑 在我额间啄了啄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又问 万一李校长护女心切 不作为怎么办 他眉头一挑 你放心 欺负你的人 还没出声呢 最近有篇论文 还差最后一组数据 我恨不得抱着被子 睡在实验室 厨宇为了陪我 干巴巴熬了好几宿 我劝他回去 他怎么都不肯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没办法 我只好放下实验 陪他回去 雨后的晚风很是凉爽 我挽着他慢慢走着 路灯将我俩的影子 重合再重合 瑶瑶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拼 我脚步微顿 厨宇的话没头没脑 可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有很好的实力 可以照顾我 我无需为生活这么拼搏 可他不懂 那天我口无遮拦 把扯证说得那么荡气回肠 其实事后 早已没有了再开口的勇气 家庭 经济 圈子 我俩的悬殊实在太大 我从小在孤儿院摸爬滚打 凭着几分天赋 才有幸进入大学 不得不承认 除了学习 我真的是哪哪都比不上李乔 现在 我只有不断升级优势 让自己更优秀 才能真正意义上 离他更近一点 厨宇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 他一个回旋步跨到我跟前 我立马被他的影子笼罩起来 瑶瑶 其实我有事瞒着你 我正正地看着他 其实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有瞒着你 就是 也没想瞒着你 他 在说什么 我笑他 家里有钱 这么难以启齿 他眼内闪过些许诧异 而后傻傻摸着额头 像一个被看穿了坏心思的孩子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父母很开明 很多事我可以自己做主 我爸妈没有让我商业联姻的打算 所以 你没必要这么强迫自己 我爸妈不会瞧不起你 这话说的 还挺解压 不过一想到李乔到处说我男朋友是穷鬼 我真恨不得 把我有钱三个字 箱上金边 挂在厨语头顶 论文提交审稿时 导师把我叫去办公室 走进去 我才发现 李校长和好几位教授都在 李乔也在 导师苦着眉头 将论文递给我 温瑶 这篇文的实验数据并不完整 这篇文的数据 本就差了一组 我不过递交的出稿啊 不带我辩白 李校长先生夺人 温瑶 照搬别人实验数据并不光荣 这种事没少干吧 什么 今天 老师们都在 你如实交代清楚 后果自己承担吧 我扭头看向一旁的李乔 只见他趾高气扬地瞥着我 那气势倒真跟他那颠倒是非的爸一模一样 请问 你们是觉得我抄袭了李乔的数据 众人黑着脸不说话 导师又站了起来 这是李乔的论文 数据完整 思路清晰 你自己看看吧 我走过去 一把夺了过来 仔仔细细翻看着 这才发现 李乔这蠢货 竟然将我昨天晚上 没有验证完成的数据放了进来 我忍不住哼笑出声 吴老师 这组数据看似连贯 其实只是跟部分数据组契合 若所有数据一起合验 根本得不出结果 导师还是清楚我实力的 一张凑过来听我讲解 我把论文投影 认真分析起来 我讲得越细致 李乔的目光就越暗淡 他那刚刚还神气十足的爸爸 现实的脸色 也肉眼可见地沉了下去 终于 导师阴暗的眼神恢复光彩 温瑶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挑明 因为这些数据 本来就是我的呀 是李乔偷了我还未来得及 验算的数据 说完 我又看向其他老师 各位教授要是不信 可以让李乔也分析一下 李乔固执地站着不动 眼睛指巴巴地看着C位上的李校长 他当然分析不了 就算让他照着我刚刚的话 一葫芦话条说一遍 他都复述不出来 李校长的脸早已黑透 哼哼几声 气呼呼地走了 其他老师像得了某种暗示 也跟在李校长屁股后面走了 他们只是对李乔失望地摇了摇头 却终究不敢替我多说一句话 可我的导师就不一样了 我是他带了两年的学生 所有实验数据都是我们的心血 况且 今天我被冤枉 他作为导师也吃了不少白眼 温瑶 学术的盗窃是最可耻的 这件事 老师不会善罢甘休 其实 我一早就知道 李校长口中的公平处理 只是缓兵之计 一周多了 我并没有看到 任何关于李乔的处理结果 也不曾见过他的公开道歉 说到底 人若被欺 我语意浅薄 又如何能真正汉地动同墙铁壁 我需要力量 我的导师德高望重 智学严谨 忠于研究 最恨那些搞小动作的人 他是我能找到的 最靠谱的力量 我的每一篇论文 都有他的署名 至少在学术方面 我们是绑在一起的 而且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这一次 我要主动出击 而且必须一击击中 所以 便刻意留下了 不成熟的数据组 然后匆忙离开 我从来不会怀疑 一个贯偷的职业精神 说到底 是李乔的愚蠢和贪婪 帮他自己掘了坟墓 我把之前李乔屡次抄袭 我研究成果的事 一并抖了出来 导师气得胡子都烧着了 动作也越发利索 李校长因为要避嫌 再加上这个事情 被导师闹得很大 整个处理过程 还算公开透明 最后 曾经收录过 李乔学术文章的期刊 纷纷撤稿 学校秉着校规 也对李乔 做了开除学籍的严肃处理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 也就告一段落了 不料想 网络上 城城大学校长女儿 欺凌诽谤同学的帖子 传得沸沸扬扬 有图有视频有真相 更想不到的是 校长跟学生的一段语音 也流了出来 李校长 我知道李乔是你女儿 温瑶是孤儿 无人管教 学是在校外结交的朋友 也说不定 这件事的影响面 也没有多大 可不可以私下处理 一旦激起千层浪 学校里鱼潮汹涌 大家纷纷在校长办公室 门口讨说法 学校迫于网络和上面的压力 对李校长进行了暂时的停止 厨语 将我扯得远远的 人多 可别伤着了 我看着他满脸的脚侠 竖起大拇指 他笑眯眯地抓紧我的手 擒贼仙擒王 光是拉下个小鱼虾 顶什么用 只要有他跌在 不过三五年功夫 他就死灰复燃了 我可不愿意 给他这个起死回生的机会 我奇怪 这次的舆情范围 为何这么广 学校公关部根本压不住 这个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呗 咦 没毛病 我第一次见识了 什么叫强导众人推 李校长事件持续发酵 众多背后问题频频爆雷 学术造假 贪污受贿 每条都足够毁掉他的仕途 厨宇跟我说 这种心术不正的人 等着踩他的人一大堆 咱们不过上点开胃菜 大菜压根都轮不到我们 我又一次对他竖起大拇指 突然觉得 眼前的男孩不一样了 学术风波事件后 还发生了一件奇怪 但很痛快的事 沈亮被人揍成了残疾 据说是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被人莫名拎着打了一顿 断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这一事 我跟沈亮几乎没有交集 但想到前世那些痛苦 我也连连称好 恶人永远是恶人 并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最近的心情出奇的好 做什么事都很顺流 论文又一次成功发表 导师激动的猛锤桌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受了什么了不得的刺激呢 别奇怪 学术疯子总有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怪癖 好不容易空了个周末 我早早起来打扮自己 厨宇说想带我去他家 历经两世 我毫不怀疑 我和厨宇对彼此的感情 可头一次见他父母 我还是紧张得一宿无眠 你放心 我爸妈很喜欢你的 我妈说了 这世上没有比家庭和睦 夫妻恩爱白头更幸运的事 所以他们从不干涉我的感情 重来一世 我似乎活在了幸运神的心肩上 我兴冲冲抓着厨宇去逛街买礼物 左挑右挑 总想选个不一样的 厨宇跟我说过 他妈妈最喜欢吃芝麻酥 我俩跑了好几家店 每家店买了一点 就想对比出最好的口味 当看到厨宇点头 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时 我热血沸腾地朝他怀里扑过去 可他却瞪大双眼 满脸惊恐地将我推开 摇摇 闪开 一块广告牌匾 直直在我面前砸下 上一秒 还对我柔情蜜意的男孩 正倒在一片血泊中 路人纷纷而至 热心者正在拨打急救电话 有人从我身后抱住我 声音阴冷 温瑶 我得不到的 你也休想得到 我仓皇回头 额头被人狠狠一捶 眼前一阵黑暗 今天是 月十五日 是前世 我和处于双双允命的日子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我终究 失去了挚爱 身体仿佛被架在烈火上干烤 好痛 好渴 迷迷糊糊中 我听到了一阵强有力 却乱了节奏的心跳声 我使尽浑身力气 集中最后一点意识 想多贪恋 会那熟悉的心跳 一下 两下 三下 好像过了很久 在醒来的时候 全身像散了架一般的疼 一声感慨 我命大 目前除了眼睛暂时失明 一切都很好 我慌乱地抓着他问 那个被广告牌砸到的男孩 怎么样了 一声叹了叹我的额头 烧退了呀 接着他又说 哪来的广告牌 你是被人从火场里爆出来的呀 火场 原来 我没有重生 原来 那些甜蜜的幸福 只是难科一梦 只是不切实际 痴心妄想的梦 可即便在梦里 我的厨余 又为我死了一回 护士将绵软的周滴到我嘴边 香糯可口 糖分适中 这味道 我抱着点微弱的希望 紧紧抓住护士的手 这周是谁做的 他被吓坏了 是我做的呀 哦 这样啊 我的眼睛被烟熏伤了 医生让我不用担心 心态放好 痊愈的可能性很大 我不担心 我本就是个有眼无珠的人 看得见还是看不见 没有区别 醒来的第十五天了 仿佛下雨了 雨滴拍着窗户 我的心得到了久违的平静 护士说 今天不能出去活动 就在房间里听听电视吧 我拢着被子 继续发呆 城城大学研究员 因涉嫌论文抄袭 被终止相关科研项目 并将终身取消申请资格 目前 学校已撤销其所有学术奖励 和荣誉称号 并给予开除处分 城城大学校长 无底线纵容其女抄袭作弊 贪污受贿 学术造假 被处以革职处分 后续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听的一机灵 大声问道 是李乔和他爸吗 护士大概被吓到了 半天不吱声 然后 没错 就是李乔和他爸 这声音 是谁 我迟疑的小声问他 楚宇吗 下一秒 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熟悉的心跳声 又一次袭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是我要的答案 楚宇告诉我 他当时只是被人打晕了 幸好醒得很快 只是醒来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救援时机 最后 他强称起力气 在火势变得更猛之前 将我抱了出去 纵火之人就是沈亮 他的目标是我 而楚宇是被我连累的 沈亮已经承认 是李乔指使他这么做的 这一次 我非让他俩把牢底坐穿不可 我默默听他讲着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可我不敢像梦里一般 轻易地去黏他 吻他 甚至还不得不跟他拉太些距离 有一天 楚宇又来了 他很高兴 仿佛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瑶瑶 你张嘴 我愣了愣 听话地张开嘴巴 然后 就被塞了一块 芝麻酥 香酥 清甜 熟悉的味道 梦里的味道 眼泪喷涌而出 我扯下眼前的布 抓住那只伸向我的朦胧的手 楚宇 我之前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你被我狠狠打了一顿 他笑着帮我擦去眼泪 是在床上打的吗 番外之楚宇视角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我爱的人也爱着我 他抱我 亲我 还说要嫁给我 我偷偷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 有点疼 又好像不疼 所以 这到底是不是梦啊 不过 答案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次 我只想好好珍惜 与他的分分秒秒 初遇温瑶 是在大一的迎新会上 我从未见过 那么干净的女孩子 圆圆的小脸 澄清的眼睛 干净的神情 她就像个天使 闪闪发光 让我无法挪开眼睛 从那一刻起 我就笃定了 她就是我的女孩 只是后来 我们终究没有走到一起 她应该想 不到吧 我们又在梦里重遇了 在梦里 当她每一次 依偎在我怀里撒娇打滚时 我就在想 要是我之前再勇敢一点 多信任她一点 是不是我们 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 可惜 已经没有答案了 梦里的李乔 还是那么令人生厌 她依旧喜欢造谣声势 依旧喜欢不劳而获 可这一次 我不会再纵着她 哪怕是梦里的虚幻 我也要狠狠收拾她 所有伤害瑶瑶的人 我不会再放过 出乎意料的是 瑶瑶也变了 不再是之前懦弱的模样了 她勇敢 自信 爱憎分明 再也不是李乔手里的玩偶 于是 我们同仇敌愧 终得偿所愿 哦 对了 我还偷偷去将 沈亮吊打了一顿 卸了她一条胳膊一条腿 恶人就该受到惩罚 哪怕在梦里 我也不想让她好过 我想带瑶瑶去 见见我父母 她欢呼雀悦地 带着我去买各种礼物 还为了买一盒 重义的芝麻酥 跑了好远的路 我真的好幸福啊 这个梦 可不可以不要醒 可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梦里 又一次与她分离 我醒了 梦醒了 幸好醒了 枪鼻的浓烟将我团团包围 我看到不远处的瑶瑶 早已昏了过去 来不及多想 我挣扎着爬起来 拼命地将她抱了出去 我还有机会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得益于好心人的帮助 救护车来得很快 我们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我除了部分烧伤 并无大碍 瑶瑶阴溪入烟尘 呼吸道受到损害 抢救了一天一夜 不过还好 她很坚强 挺过去了 医生说她除了眼睛被烟熏伤 需要疗养一段时间外 其他已无大碍 我的一颗心总算放定 我安排专人照顾瑶瑶 还高薪聘请了一个会做饭的护士 我将瑶瑶的饮食习惯一一告知 请她务必细心照料 因为 接下来 我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她 我要去收拾那些罪魁祸首 大抵是在梦里得到了启示 这一次动起手来 轻松了很多 但也耗费了我大半个月的时间 李乔这些年 仗着有人庇护 抄袭得越加疯狂 甚至明目张胆地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 其手段令人不耻 当得知我在暗中收集证据时 不少人匿名提交了资料 李乔从前总在我面前 装出一副乖乖女的模样 我差点上当 就跟她结了婚 若不是无意中听到 她让沈亮去纵火迫害瑶瑶 只怕我这一生 便要稀里糊涂 掉进她挖的陷阱了 如今大难不死 我必当以众里馈之 结局跟梦里没有太多出入 树倒狐孙散 休想再有回天之力 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一刻没敢停留 直接去了医院 瑶瑶还是老样子 不爱说话 有时候甚至能沉默一整天 可当她听到李乔妇女受到惩挚时 整个人都兴奋地在颤抖 她向来对李乔没有一丝防备之心 听到这样的消息 她本该伤神才对啊 而且她还那样温柔地问 厨语吗 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真的很大胆 我鼓起勇气拥抱她 要是从前 她一定会拼命推开我 可现在 她没有 她紧紧地抱住我 就像抱着个失而复得的至宝一般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心里的猜想 我在外面跑了很多天 凭借梦里的记忆 我终于找到了那家芝麻酥 跟梦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或许就是凑巧吧 但我更相信是天公作美 当温瑶咬下芝麻酥的那一刻 我明白了 原来 我们入了同一个梦 梦里的我们惺惺相惜 而现在的我们也早已惺惺相印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